好 我们来看一下盈亏比的案例 我们举 我们举这个例子就是非常好 而且是最近的例子 现在是2023年1月2号 好 我们来看上证指数 它在2020年到2021年整个的这一段时间 你看它一直是不是在一个大区间的盘整 在一个超大区间的进行一个盘整 那么在这个区间里面 你看它的这个区间反复盘整 是吧 反复盘整 反复盘整 而且这个量也一点都不小 所以呢 如果你要做多 要买入 你现在比如在这个位置 那你觉得你的盈亏比是高还是低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方法你就看得出来了 你这个地方盈亏比很低 为什么 你刚一买往上就会遇到什么呀 遇到这个超级的压力位 所以这个地方盈亏比很低 那你就要注意了 那有可能我买了之后 我赚不了多少钱 最多赚到这儿 赚到这儿 我得赶快走了 为什么 这个地方过不去 是吧 那么结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在我画图的右下角这个区域买 你看你买了 你的盈亏比很低 结果呢 它从这个位置就直接你看 就开始巨量暴跌了 暴跌了 那么一直跌到什么位置呢 好 暴跌之后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找 左边的支撑位 从这开始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是最重要的第三个 那么所以它分别跌到这儿 跌到这儿 跌到这儿的时候 就是我们最好的买入位置 为什么呀 这个时候大家看 离它前面最近的一个压力位在哪儿 哇 那就好远了 你看 是吧 离前面最近的压力位在这儿 最近的压力位在这儿 那么如果从这儿到这儿反弹 反弹进去到这儿 或者是从这儿到这儿反弹 这一波反弹 那么是不是它都比较深呢 它大概率甚至还可以反弹到这儿来 是吧 但是不一定啊 所以这个位置你去做 它的盈亏比就高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在这三个位置去买的 盈亏比就很高 那么你就应该值得做 那么结果是什么样子呢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 第一个这个地方做有一波反弹 然后但是它就下来了 下来之后就到我们下一个位置了 那么这个位置就又有一个波反弹 你看这波反弹就反弹得非常厉害 这波反弹就是因为它的盈亏比极高 为什么呀 它离它上一波压力位一个是在这儿 还有一个压力位在哪儿 在这儿 那么你从这个位置来做反弹 那么你的压力位这么远 所以说你的盈亏比就超级的高 盈亏比超级的高 结果呢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在这个位置你去做反弹 你的概率就是 就是概率不一定大 因为它是还是个下跌趋势嘛 但是你的盈亏比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就是每一个交易位置 我们要反复的衡量概率盈亏比 概率盈亏比的原因 大家看这一波就反弹从这儿来 然后呢后面它慢慢的又下来了 又下来了 一直到现在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每一步行情里面 你在去做的时候 你就反复的衡量盈亏比和概率 比如这个位置是不是 它是最大的压力位 这个位置是吧 那么你当时在这儿 你该不该做 在这儿你就不能做了 为什么刚跌破 你一回抽就到这儿来 那你的这个就是 直接就是盈亏比非常的小 所以一直跌到这些位置来 那你该不该做呢 这些位置 它最重要的压力位 在我现在画的这些位置 是吧 那么你这一波到这一波 盈亏比就比较大 所以事实上结论也是 它这一波到这一波 它盈亏比就比较大 那么比如现在 那做到现在来说 你说你该不该做呢 那肯定现在也不该做啊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位置 就离它前面的 最重要的这个压力位 还是非常的近的 你看 量能累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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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非常的近的 那所以呢 你在这儿做 你的这个目标压力 目标和这个成本 也不是很强 那么它如果回抽 再往下跌 那比如跌到 这样走一个N字 跌完了 跌的差不多了 跌到这儿来了 那么我认为 它离它上面这一波 它的盈亏比又比较高了 那么这一波 做下去又值得做了 特别是这个时候 时间又长了 这个时候时间又比较长了 那么你时间也磨得差不多了 然后呢 你的盈亏比也比较高了 然后又遇到下面的 如果是遇到下面成交量 又出来了 量价结构又出来了 那么像这些位置 就是非常值得 你再去做的位置 所以现在呢 就也不好说 现在也不好做 是吧 这个位置 不上不下的 还是比较尴尬的 所以你做的时候呢 还是要尽量小心 这些位置做的时候 尽量小心 好 这是日线级别 那么我们同样道理 15分钟级别 它也是这个道理 15分钟级别 比如说你要在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去做多 那么你就要小心了 为什么呢 它里上面的压力位 非常非常的近 是吧 上去你就碰压力位 那么比如这个位置 做完做完做完 在这儿来一根阳线 那么值不值得做呢 那值得做了 为什么 你把前面的这些压力 都变成支撑了 然后离它另外一波压力位 在这儿 那你看 你本来是从这儿 做到这儿这一段 现在是从这儿到这儿 这一段 那么你看 盈亏比来说 我们来 我们来把火 再画一下 从这儿到这儿的这一段 和从这儿到这儿 你看 哪个盈亏比高 那肯定是这一段 盈亏比高 是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反复的去怎么计算盈亏比 就是这么来的 就是这么来的 玫瑰也是一样 当我们把它最重要的一些 压力位 我们当时把它画出来之后 那么我们就非常明确的 能够找到它每一波的盈亏比 那比如说 在这个位置刚跌破 那么这个位置 你该不该做 那肯定不该做 是吧 它这个下降趋势线 刚跌破 然后呢 顶部结构刚走完 这个时候去做 极大概率你是错误的 那么它一直到这些位置 比如这些位置来 那么这些位置 它离它这个前面的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量量的累积位 已经很远了 已经有这么远的距离了 然后呢 又到了左边最重要的 一个支撑位 所以它才能够 有这么大的一波回调 就是因为它这一波的盈亏比 是比较高的 这一波 所以你在这个位置做 它就比较好 那么现在对不对呢 那现在又不对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你看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位置 它现在离它的压力位 离它最重要的 一个量量累积位 又比较近了 你看这一堆 这一堆压力 所以呢 你现在要去做的话 那它你的盈亏比 又比较小 所以现在又是一个 你要耐心等待的一个位置 耐心等待的一个位置 因为在这些区间 它被套牢的人非常的多 被套牢的人 在这个区间 被套牢的人非常多 所以你现在这么着急去做它 一做就碰到它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就很难做 所以如果它有还往下一跌 那么它的空间就跌出来了 在往上反弹的时候呢 我们的那个收入 我们的盈亏比就会大很多 好 我们股票也是同一个道理 我们来随便举几个股票的例子 我们再看一下 很多股票的分析方法也是这样子 比如说这些票 它现在这边掏了很多人 是吧 那么你在这个位置去买的话 你马上就会遇到 上面的压力会很大 那么这种票呢 那你就小心一点点 这好多的这个美股的票 都是这么一个结构 都是这么一个结构 相对来说 比如说特斯拉 那么特斯拉呢 它前面最重要的这个量能累积在这儿 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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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它现在这一波跌得比较猛 它跌得比较猛 从这儿到这儿来 这儿到这儿来 这波跌得比较猛 那么跌得这么猛 如果在这个最近形成了一个底部结构 那么它其实还是值得去抄底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底部结构形成了 离它上一波的量能累积 它就比较远 那么这种位置的情况下 一旦底部结构形成 那是可以去朝一个小底的 那么底部结构什么时候形成 那么看一下30分钟结构 那么30分钟结构 你觉得特斯拉有机会吗 我觉得还不好说 为什么呢 你看嘛 它的低点 30分钟低点 低点 你看 低点 其实次低点在这儿 是吧 但是个次低点 它不一定能够持得住 如果在这个位置的低点 次低点 它如果能够再做一个假动作 那最好不过了 就是比如说 它跌得很快 很猛 跌完就猛抽起来 那我就觉得 像这些结构 那么它就做出来了 它如果不把这个跌完 那么你一定要警方 它有假动作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位置 你买了 你去买 可以去买 没问题 但是一定要把止损放好 一定要把止损放好 你不然的话 它一个假动作下来 你可能最后一波 把你跌得非常惨 所以它如果是 这个假动作做完了 结构走出来了 底部结构走出来了 那我觉得特斯拉的盈亏比 它其实是比较合理的 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你就是 就用它来分析 好 我们来看这个A股 好 所以为什么A股 我们我个人来说 就是让大家一定要去买这种 就是全部都突破完了的 因为在A股里面 比如这种大级别的形态 被突破完了 那么它就彻底的就没有 没有任何的这边的压力了 那这种没有任何的这种压力的情况下 它相当于说 它的盈亏比就非常高的 比如这个票 那么它的盈亏比下一波在哪 下一波就在这些位置来了 这些位置来了 那么不管是在这些位置什么地方 那么上来 你看从这个五块钱到这 八七块钱 那它你的这个空间都还是比较大的 比如像这些就不行 大家能看得出来 比如这些东西 它既是突破了 但是它前面的这个压力位非常的强 你看这支压力位非常的强 所以呢 一上去就碰 所以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么比如它 那它呢 比如我们缩下来看 像这些票都是有意义的 前段时间为什么突破了之后 虽然盘整又上去了 就是因为它把这些重要的这些位置 你看都突破了 然后呢 量价结构又合理 那么所以这些票就是长期值得关注的 离它前面的这个压力位又远 你看还是比较远的 你看前面那种压力位很远 压力位也好 量的累积也好 都很远 所以你看这些票 后面都还是有机会的 虽然在一段时间内 它盘整比较剧烈 后面都是有机会的 像这些也就不行 为什么呀 它左边的压力太强 现在都能看得出来了 好 比如说像全聚德这些 它后面把它前面历史的最高点 这些位置把它突破了之后 突破了之后 你看 它后面就一下子就 很快 从12块钱到24翻倍 几乎就是只用了 就天天在涨 很快 就是因为它前面 已经没有任何的压力了 所以找票的时候呢 你也尽量去选 就在A股里面 这种大形态突破 我们比如举个例子 但不是说一定是它 我们只是举个例子 你看像这些票 它基本上就是属于 大形态突破 是吧 它前面的这些 重要的这些位置 重要的这些位置 这些量价 这些量能累积 这些形态 全部都被突破完了 突破完了之后呢 它可能会有一些回抽 是吧 回抽啊 盘整啊怎么样 但是呢 只要是它后面量价 能够继续配合 加上这个板块 也没什么问题 这个财务数据 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这些票 它都是值得关注的 至少说 它是值得关注的 这种大形态突破的票 还有包括像 它为什么呢 它前面就有个压力 压力没有过 然后回抽 回抽呢 在这个支撑压力 互换的位置 获得了支撑 这些位置 但是它有个问题 就是一个亏钱效应在这 所以能不能起来 还不好说啊 因为它有个亏钱效应 很明显 连续三天暴跌 它没有跌成那个样子 其实还无所谓 跌成那个样子的话 就亏钱效应就出来了 所以就是这么分析的啊 就是就是 大概的就是这么分析 好 其他的我也不举例了啊 就是就要我们 主要是股票股指 我们看看 看一个外汇吧 好 我们看看外汇 欧元兑美元 它道理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 欧元兑美元曾经 比如说这段时间 是量量累积最多的 那么 这个你看 那是不是 离它是比较远呢 所以它这一波反弹 也比较远啊 也比较远 它反弹起来 也是比较厉害的 然后呢 这边做了一个巨大的 一个超级大三角形态 所以在形态里面 如果你去做的话 它的这个持续时间 就没那么长 然后呢 一旦它跌破 当然也没有那么长 那是它一旦它跌破 其实它跌的是比较流畅的啊 你看在这里面 比如说你在这儿做 假设你要去做多 那个它上面 直接压力还是比较强的啊 当然这一次 它就效果就不是很明显的 它直接冲破了压力 直接上去了啊 然后后面一直在这儿 反复盘整 反复盘整 然后 其实基本上 基本道理也是这样子的 离它这个区间越越远 那么它 它的这个反弹概率越高 比如这一波也是 它唯一的量量累积在这儿啊 是吧 是前面形态 这一波呢 它跌得非常的快 非常的猛 所以它这一波反弹 也是非常快 非常猛啊 它其实大概的规律 也是这样子的啊 但是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啊 百分之百准确的 这个和激 激来 比如这一段就是这样子的啊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开的话 我们会看出来 还是比较有用的 它就是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反复盘整啊 你看我们把它打开啊 把这个这这段打开 好 打开之后呢 其实我们还是看到了啊 比如说这个位置 如果你在这儿去做多 实际上它还是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反复盘整的 反复盘整 它在下面并不是说像我们刚才很小 一下子上去了 没有的啊 它其实还是在后面反复盘整 把形态做出来 然后做了突破啊 然后呢 才最后 在这个位置还有 也受到了前面的压力 最后 它是分了两 好几波啊 才是这样子上去的啊 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 它也是把这个形态做够了 你看把底部形态 做得足够长 足够了 它才上去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下个知识节目 谢谢大家